下一位就是東沖社區發展陣線的計劃主任趙善婷小姐 謝謝主席 今天的會議其實有兩個很重要的政府部門沒有來到 虛視最重要其實是場地 我們見到康民署、房屋署其實都沒有派代表來到今天的會議 其實都對政府有點失望 因為其實在高興貿易局長未提虛視之先 其實已經有很多地區團體會借用一些政府的限制空間去做虛視 但是正正是高局長說了之後 團體在社區裏面借用場地的困難比以前更加高 現在是各個區的前線職員去處理團體的申請 對待有點不一 令到有很多失敗的經驗出現了 我覺得食衛局是應該檢討現在自己的局或者處方的角色 就不單單純是收了團體的建議書之後 就這樣放進去區議會或者部門那裡 如果部門不處理的話大家就不了了之了 進入三個問題都想問回 第一就是究竟現金交易虛視是否在政府裏面 就是當一些非指定用途 剛才上面都有議會者說到 譬如康民署的場地有分指定性用途 非指定性用途的 如果虛視是非指定性用途的話 其實政府對於這些用途的活動有沒有上限的呢 有沒有規定每個月最多可以用多少次呢 如果沒有的話其實是否以用盡空間為原則 令到團體可以借用到的場地 給社區人士用為大前提呢 第二就是不少團體現在借用 康民署的用地做現金交易的虛視 失敗的原因在哪裏呢 以我們自己東沖為例 其實來到區議會是通過了一個 即是地區團體交的建議書的 建議書裡面提到有八個地點 其中有一個地點呢 是在東沖北公園的七人眼地球場的 連區議會都支持 但是康民署竟然說 因為那個球場的使用率很高 反建議團體去一個人流極小的球場去做虛視 那麼那個計劃書呢 其實那個活動日期呢 當時還未定的 既然活動日期都未定 為什麼康民署會用這樣的回覆呢 去拒絕團體的申請呢 第三點就是很多團體都反映 康民署的前線職員 經常已收到投訴的理由 就不借用個空間出來 給團體做現金交易的虛視 可不可以說一下 究竟康民署是怎樣回應一些投訴的呢 是不是只要康民署在同一個地點 收到一次的投訴 那個場地就一次定生死呢 麻煩主席 好 多謝趙小姐 來囉